詞曲 李宗盛 世界 我自己主宰 平常都抵達 總有看天天會輸給自己命運 是什麼到底 就像遊戲 協助掌握在自己手裡 有疑問嗎 你全身不斷地生的Rap 缺點去答應 都不會失掉了失望的Rap 你還不會結束 如果是在眼前叫做Spray 你又不想辦法 請你告訴我什麼事 That's not 世界有存在 所有的人全部都要靠 我無盡的我的野心 你還不會結束這野心 絕對主宰的 全世界有主宰的 所有的人全部都要靠 我無盡的野心 你還不會結束這野心 絕對主宰的 Dance here Put your hands up Danc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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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紫涛 好久不见 我们今天睡不睡 我刚听到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 对我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了 我只知道我内心真的超级激动 有没有 这首歌应该是之前还没有 没有人听过的对不对 现在 对一直都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哇 你们开不开心 那既然在这舞台上 又不是现场子涛 跟所有现场的好朋友 所有的 大家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来不要 现场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好朋友 哇 刚才这个MV应该也是今天首播吧 对不对 对对对 哇 我是大主宰 我看到这些词写得非常的棒 那其实这时候我准备了很长时间 嗯 主宰也改过很多词 是 对 那我觉得刚才那个MV里面呢 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 紫涛非常帅气的造型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功夫打斗的场面 对 是不是 我觉得这MV真的非常酸 你们觉得他 是 是 哎呀 好棒 哎呀 而且这首歌它也是我们游戏 游戏的这个同名的歌曲 对 对 而且好像紫涛在这当中担任的角色还 哎 不一样 对 这时候 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做自作曲 包括Rap 所以都是我自己做的 听说你这次也是在这个 我是大主宰里面做这个音乐总监 是不是 对对对 整个的音乐都是你自己来操控的 对 感觉有什么和 做歌手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其实 如果不是因为大主宰这次 和我的这次合作 然后找我来代言 我可能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去写一个这样的Rap 哦 那我觉得你们的Rap真的是针针见血 It's me 谁是大主宰 皇子大 耶 我看到里面这个有古装的造型 古装造型是不是就是木城这个角色的造型 对对对对 游戏里面最厉害 哦 那你平时有玩游戏吗 有玩游戏 你我现在都在怎么样好玩吗 嗯 我没开服之前 这个游戏刚刚做出来的时候 我去体验一下 你已经体验过了 我剪了就好 哦 对对 那子导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既然你是木城这个角色 是对于这个角色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 木城其实是一个特别狂的人 在他眼中比如我 如果 他谁都不把人放在眼里 他就是眼淡 谁如果不爽我 我就把你干掉 哇 哇 这个好棒哦 这个 其实现在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 我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原则 和这个游戏的角色结合在一起 写了这样一个软 然后它的编曲 其实都有一些 我偏不再 然后又有一点 现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天上 这样一些词 就说出来 嗯 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 很多歌词上 包括里面的很多设计上 都是能让我们大家产生共鸣的 是不是 哇 那其实我说实话 今天舞蹈在这边 其实很多艺人之间都会玩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也是要这个 组团啊 打团对战 你到处玩的时候 互会也去 我会创建一个我自己的工会 然后我身边的所有 创建自己的工会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会来我的工会 哇 然后其实来我的工会也会有条件 我要把我的工会做到第一 哇 我不会去找 你到那个领导去拿钱 我会自己去好好地玩这个游戏 把它建议到一个最厉害的行为 哇 我没有听错吧 刘薇哥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也去玩这个游戏 那我们有可能会加入到你的工会里面吗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我们会在游戏当中碰便吗 我们不但会加入他的工会 而且如果我们打得好的话 还可以要到他的微信 你们可以 我觉得你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工会跟我对干 哎 没有 就是在游戏当中去面对面的对干嘛 一边干的时候一边的唱 It's me 你要把你的音乐带到那个带感的游戏当中进去 哇 真的非常非常棒 所以我相信今天现场 所有我们都非常的期待了 那让我们跟子涛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稍作休息一下 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表演 谢谢子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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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你看现场这么多涛字 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 我是大主宰来黄子涛做这个音乐监制 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因为其实 子涛一直都是在主宰着自己的音乐 是不是 对 大家我真是 真爱粉 那在这边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支持子涛 好 那今天 对 我是大主宰 其实现在来说已经非常的火了 而且有了子涛的加盟 很多人都在不停的讨论这一款游戏 是 那我们 不然这样吧 我们接下来 这些群雄毁碎 在这无尽世界 追求着那主宰之路 为了身为真正的强触 无数千彩 互聚于遗迹大陆 完整瞩目的战斗抗人心弦 从灵路到灵院大灾 宿命之战终将到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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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4 5 5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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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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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0 终有一天我会成为盖世强者 在你面前为你挡下所有风风雨雨 你要等我吗 哇 太帅了 对而且还很浪漫 对而且制作的真的 我说让我看到每一个这么震撼的场面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当中对所有的幕后团队者们 真的是一下子敬仰很高 对有这种崇拜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在现场给他们一些掌声 真的要感谢他们付出那么多汗水和辛苦创作出这么棒的游戏 来给你们一道声 那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啊 它不仅有这个非常酷炫的动感的这种特效在里面 但勇敢也非常的强 因为它就是我们大周载游戏的CG视频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幕后的制作团队 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打造的这样一个非常具有震撼玄幻效果的新的世界 真的很酷 对让我不禁的好想赶快去尝试一下这个游戏 很高兴到这里 哇真的陈梦辉先生看来真的是很帅气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这些人 你们怎么回事你们这些人 其实我知道这个游戏真的制作非常的辛苦对于这个过程 一会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 哦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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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各位大网 各位游戏行业 游戏圈的同行 各位娱乐圈的大康 投资圈 媒体圈的朋友们 以及我们 各位娱乐圈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美人的水平方 来参加2015年度三队玄幻 大座王山大主角的成员博物会 我叫Benson 来自奇迷游戏是 产品研发方的负责人 今天我可能花个几分钟时间 以我们游戏的方式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有游戏圈的大佬说过 我是大师在这款产品 是PC网游时代的最后一个大作 还有资深的行业前辈说 我是大师在这款产品 是2015年度PC网游市场的 总结之篇 收官至上 还有曾经还有许多 接触过这款产品的 国内外运商 合作伙伴 联合团队 以及我们广告测试玩家 毫不吝啬地给予这款产品 相当肯定的声音 制作这么一款产品 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们团队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可能我会接下来以后 从以下几个方面 简直到最终结 先从产品方面讲 我先罗了一些关键词 金牌制作人 清华的高台生 90号的天才 江苏总的高台生 他就是我们的产品总设计师 由他担当设计的一款产品 同类产品 在奥年15年度 取得了单元流水1.5亿的行业标杆记录 累积只有流水超过10亿 我相信由他领导的这个团队 设计了我和他做的这个产品 我值得期待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美术画面 包括我们的品质 包括我们的特效 包括我们的一些画面 感觉很柔和唯美的文化 我相信这是在游戏史上 在美术设计团队里面 我们可以说是在排在行业前面 我很感谢我们的 产品设计团队 我的美术设计团队 这款产品经过了 经过了将近13个月的延划 405个日日业业 总共进行了180日子蓝米迭代 进行了5万2738条修改 经过了50个日台队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打造这个产品 我希望通过我们七年游戏的 专业度 效率 直较精神 给行业带一段新的正能量 树立新的标端 成就一款 如彼此所说的那样 是PC网游时代的绝对大作 谢谢 谢谢我们也期待这个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玩上的时候 让大家所有人都爱上这款游戏 很希望大家能够去游戏看一看 我觉得应该里面有很多惊喜 包括我们是采用了土豆先生的第一人气 情话小说大作在里面改变 里面经典桥段 有点值得把这个期待 哇 看来我们基本上做技术的都不是太善言辞 但是还好啦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你看比你在舞台上还要自主 因为像我们有才华的人都比较喜欢 在台上就是喜欢 比较真实的跳跃 我们也希望可以这种跳跃式的思维 可以做到更多的惊喜给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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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边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款游戏 除了震撼的视觉特效以外 看起来还这么的有浪漫的感觉 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这款游戏呢 其实我自己啊 看起来之后 我觉得这款也是一个颜值的游戏 好像是 你看子涛那么帅 对不对 然后找来的主持人又北帅 帅不帅子涛 看 看 看 我们 再看看我们的刘伟哥 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都是好人啊 待会我们扫一扫 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 整个看上去 我觉得整个游戏做的很精美 然后还在唱场的每一位都 这么棒 是不是 接下来的这位 真的更厉害 对 当我看到他的介绍的时候 我都已经 不是吧 接下来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位 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 他在2008年凭借 独女座魔兽剑圣 一介奏行 一举夺得新日王 其身顶尖作家的行列 并誉为09年网络小说人气王 此西书豆魄操群已经发布 创起点小说正文 零字数上百万点击的记录 此书点击量也一度刷新 中国网络小说记录 以一亿三千万字的点击率 席卷各大榜单 而且在2011年他创造的 《舞动乾坤》 创起点小说正文 零字数上百万点击的记录 历经了一年九个月的连载 受到了持续的追捕 在13年的7月1号 他的第四本小说 大主宰也正式上传 开创了《灵气的传奇》 多次获得起点月票榜的第一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他也帅 真的吗 对 我没有见过他的本人 好激动啊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请出 天残土豆的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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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哥你好 哇 是是是 哇天残土豆 哎 我想问一下就是 为什么要叫天残土豆 呃 这个问题 因为我这十年也能回答了无数次 因为这是我 我来自德雅 四川德雅 而天残土豆 是我们家乡的一款小吃 我从小吃到大 就是说 这个 唱作呢是会用瓶 就用天残土豆 这个瓶 哦 怎么样帅不帅 很帅 因为我们四川超帅 没有美女 还是帅的对不对 也超帅 其实我们今天请上餐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段 找个VCR要播的 是专门介绍我们天残土豆 哎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太厉害了 现在很少有人就是如此的有才 但是呢 还如此的有颜值 对啊 真的是就是很完美 就像我们的游戏一样 像我们两个人一样完美 完美 好了 反正我们夸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 因为天山土豆的作品呢 其实在点击量上面都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这次呢 为什么会选择和游戏运营方 游戏到抗合作呢 其实我对版权合作方 一直要求只有两个质 那就是质量 因为我觉得 一个作者他创作出一本小说 并不容易 并不不想 一个作者对待自己的作品 就会和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要把自己的版权 交出去 一定是要交给一个放心的 是全的信赖的 对 而 他两个自己还有真的聪明的头脑 还有这种智慧的幕后 所以我听说土豆这次还担任了本次游戏的坚持 对不对 因为对一本小说最了解的人始终会是他的作者 而要把一本小说改变成网页游戏 你就需要将它高度还延 而我觉得这个植入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能比我更深的 所以说我对此也是很高兴的 我能够为大直达玩业游戏做一些我所能够做出的 当然也就是能够让我的粉丝 以及读者都能够喜欢上这款游戏 哇 很有最让心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今天在这样一个 大直盛大的发布会上面 有没有什么想对你的粉丝说的 然后来呼吁大家 赶紧来玩我们的《我是大中在》 对粉丝说到这些年其实也说了很多 其实还是很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的创作 你们是我创作的名前 然后呢 就是想说这一年更新不好 也希望很多读者能够包涵一下 谢谢 哎呀 大家都愿意懂你的 太谦虚了 顺虚 发的好棒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台下都好棒 特别棒的自己 因为今天台下做了很多的土豆粉 对啊 也是专门为了土豆而来的 对啊 而且其实我说实话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一直觉得聪明的人真的是很聪明 不但创作好 而且情商很高 因为听说今天还带着礼物来是不是 是吗 对 那你这个礼物要送给我们这边的游戏运营方 呃对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最贵重的东西就是我所创作的作品 所以说我想将我的作品送给游戏方 也感谢他们能够将大主宅改编成 不是精美的一款业游 也希望他们之后能够支持保持 那我们大家都能够喜欢这款游戏 好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用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我们游戏运营方的代表 三个人PC网游事业部总经理张海先生 到台上来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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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今天我们的小姐把我的礼物也送到我们来下来 好吗 谢谢 哇 哈喽 你好 这边 就是今天带来的礼物了 哇 大主宅 天才土豆 来来来 二位合张颖好不好 对 那我们在这个书合张颖 来 来 来我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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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怎么办 人长得帅 其实他不需要写书也可以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土豆 非常感谢 谢谢土豆 谢谢 那我们的天才土豆 先来谈一下商桌休息 可是等一下 我们 哎呀不行 有没有吓到你张总 张总先还不要 我们往前走 对对对 来穿在这边 这个中间这边 好这里 谢谢 来刚刚领到这个 天才土豆给我们送的这一份非常用心的礼物 我想张总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把舞台交给张总 来 刚才土豆哥提到了 他最在意的就是质量 我们这款产品一定会不负重望 也不会辜负大族代这个名字 那为什么其实当初选择就是大族代这款游戏 因为我们作为运营方跟研发方也经过了多人的一个谈判 我觉得我们看了游戏的品质 然后看了小说以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机会做到市场的那么旺的 我借用孙子兵法上面的一句话 叫凡战者 以和正 以其胜 无所不待 我觉得 所谓的这个 正 就是以正和 不好意思 所谓的正 就是指这个游戏的品质 刚才陈总也介绍了 这个游戏 由这个一级产品 就是打造过一级产品背景的这个团队 历时408天 然后经过多次的这个磨练 在画面 音效 以及特效方面 我觉得都做到了这个极致 所以也顺应了 网游目前精品化的这个趋势 在现在在市场目前来看 我觉得 叫做 独定风骚也不为过 那这个 齐 这个叫做到跟这个土豆哥的合作 我觉得非常有幸 我们的产品 能跟这个大主宅的IP融合 变成我是大主宅 那实际上呢 整个游戏的剧情 也深度还原了这个小说的剧情 我们的游戏 玩家在游戏体验过程当中 也能充分享受到这个主宅之路的奇妙之旅 那我们的这个小说迷 在游戏过程当中也能体现到这个主宅之路上 视觉上的一个震撼 谢谢 谢谢张总 谢谢 OK 那这边我也做一点广告 那 没问题 无尽世界 谁是大主宅 对吧 这个标题 其实做这个标题 我们压力真的很大 11月5号公测 欢迎大家 谢谢 谢谢张总 谢谢 谢谢张总 谢谢 因为我你们会不会来玩啊 会 我也会 说实话真的我也会 因为我一会儿要跟子涛说一下 要加入他的战队 没有大家都来吧大家都来 好 那这样 我们今天我是大主宅 我们的主人公已经跟大家见过面了 我们接下来再把他邀请上来好不好 对啊我还有一点想他 好 来 用你们最明显的尖叫声 再次游戏 王子藏 游戏 游戏 哇 我看到我每次都特别喜欢你的大衣 谢谢 你们是买什么 王子藏 啊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听到他们讲的内容 我觉得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个游戏 真的 其实你刚才看到很多片花 其实你自己也觉得很酷 对不对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支持这款游戏 然后我的手机屏幕 其实也是大主宰的 哦真的 真的 我好厉害 哇 所以说 如果他们真的 在10月5号来玩 是可以加入你的这个工会的 对不对 我应该会在 我的粉丝的那个 专门服务器的 会见 哇 哇 那到时候大家一起跟子涛玩 好不好 啊 太棒了 那子涛作为这一次主人公 叫做沐晨 对 还有一位女主人公 叫做 杜莉 杜莉 哎你听着我刚才你真的很好奇 这个 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能告诉我吗 啊 谁是什么 杜莉 要不是 董尔就知道了 啊 董尔我们都知道了 听 对对对对 大家要帮我们一个关子了 是不是 对那要不然这样 咱们现在所有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手机 然后打开蓝牙 进入微信的发现 点击摇一摇 选择周边 然后我们一起用欢呼声 有请出 落连 好不好 来一起来 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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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东西 尖尖是再大一点 有请 落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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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会会心的感觉 哇 真的好美啊 哇 我那是秘密 对啊 快乐 来来来 艾利公 两位要不要向这现场所有的你跟肯斯拿个招呼 我看得到像秘密 你不要笑 没上来你笑什么 好久不见 对啊 你们两个还之前合作过 我们刚刚还在查微信啊 是吗 我见杨敏姐姐我身上那种霸气的那个就没有人 对啊 他开场的时候可帅了 怎么现在就害羞了起来呢 你觉得你刚刚帅吗 我不帅 哇 其实我知道子浩的性格实际声部里还是蛮可爱的 平时你跟他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吐槽的 他在我面前都是小白兔 哇 小白兔 你不是大鼠仔吗 我是大鼠仔 我是大鼠仔 但是 你知道 我说露城对洛黎这样的感情 这个感情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 终点有一段这个片花是这个 木城 木城一直和这个洛黎在一起啊 所以洛黎飞走了 飞走了 对 有点凄美的爱情故事的感觉在里面 哇 真的 真的好漂亮啊 我知道你已经 已经被Vivi这个 带走了你的魂了 对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这次合作啊 然后 你们俩已经是老大党了 那这一次全新的合作这个角色 其实感觉像是一对恋人 对对 你你站过来你别怕我 别太远 我说是吧 对对对 他让我说 因为之前我们也在合一里面合作过 对对对 对对 我们私底下不是经常发微信吗 你干嘛这么紧张 哇 子彤也太害羞了 但是 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个游戏呢 也是一个颜值的游戏 因为好多人玩的就是长得都是特别的精致 然后 杨敏平时也会玩游戏吗 我会玩 我会玩游戏 我是一个超级游戏迷 哇真的 对他知道的 而且 是的 对而且我们会经常讨论一些游戏的东西 而且 我这次特别喜欢洛伊这个角色 哇 对因为我听说 他在 小说里面 是那种双重性的 其实不算双重性的 因为他平时可能看起来很高了 对 然后但是在喜欢的人面前 喜欢的人面前 就会 就会变得很温柔 对 结果我看到那个视频 对 那我还想知道 既然咪咪也是超级游戏迷 这款游戏你肯定会玩 对不对 那当然 那你说你们两个是分别的组一个战队 去对战还是加入同一个工会呢 我 我 你赵我 你赵我了 你赵我了 什么 你赵我了 你那么厉害你还有我赵 其实私底下应该是那个 杨幂赵了王子涛了是不是 在游戏字符里 他戏说给杨幂写的词别照顾 我叫他都喜欢 其实这个 那个沐晨这个 里面的这个性格 其实和子涛我觉得还是 有很多体 可以体现出子涛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情 我不知道莫莉这个角色 杨幂你感觉和你自己生活里像吗 我觉得会有相似的地方 因为可能 有的时候大家看我表面上 可能不说话的时候是那种冷冷的 然后 然后 但是我在喜欢的人面前 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对对 处女座都是这样外冷内热 对对对对 对需要热的人会可以很热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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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现在 我现在站这舞台上也特别的开心 因为看到这一台上 站的都是这么颜值高的 在玩这个 我是大狗仔 所以到时候 11月5号 大家一起来玩 我是大狗仔好不好 好 好了好了 那今天现场本次这么热情 我们不如来一个给她们点努力 好不好 我们来抽奖 好不好 好 来这样我们 清理小 清理小姐先送上抽奖箱 抽奖 抽奖 来抽奖 抽奖箱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是 杨幣跟紫涛 为大家亲自进行抽奖 明明先来 抽一个 对抽一位 讲一下我们的抽奖规则 欣赏 欣赏每一位观众的这个座位上都贴有相应的编号 我们抽一抽的这一个数字将会对应莫奖的观众 他会抽出谁呢 来来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背贴编号到千道处邻居我们的精美大理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我抽到的是二零二 二零二 好 恭喜这两位朋友了 你们的尽叫声音有点小 然后待会儿到我们的这个千道处去领取奖品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到我们今天晚上非常重要的环节了 那就是 我是大主宰即将开启公厕 那我们要有请 杨幂 王子涛 天蚕土豆 还有三六零子总裁 许依然先生 一起在舞台上为我们开启游戏公厕 有请 来一起 来 让我们站到我们的这个流线 好不好 这个圈圈里面 小心 好 那四位让我们一起 在我数三二一之后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我是大主宰 十一月五号正式公厕 好不好 来 我喊三二一 三二一 我是新大主宰 十一月五号正式公厕 三二一 二一 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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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杀我 我不想见你了 今天会让我放心 无所谎的修理 我会当你等待的一切来自背后的文件 只要你不伤害我 我就可以感受你 无论是人物 也是他亲的世界 谢谢梁彤 谢谢梁彤 哇 十月五号正式的公册 大家一定要来公册好不好 好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 今天梁彤彤的子彤来到现场支持 谢谢梁彤彤 我们也要谢谢现场所有的 很多朋友 还有粉丝朋友们 是的 还有我们这个幕后所有的团队朋友们 谢谢大家 星期时光总是点赞 有时候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0月5号 10月5号 我们在游戏中不见不散 拜拜 10月5号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请大家先从这场保二人员的指挥有序退场 另外到了几个公园 正在十点准时地缘 请大家